你一定要注意看了 以后辣椒不要总是炒着吃辣 像我这样做上一道腌辣椒吧 无论是拌面条 还是加馒头 那都是嘎嘎好吃 菜园里摘的小辣椒 先去掉根地 再用清水给它洗净 然后控干水分 再用刀把辣椒切成丁 切好后用刀剁一剁 剁成颗粒状即可 红辣椒也给它剁碎 用刀剁的辣椒 口感更好 五斤的辣椒 加上300克的蒜末 100克的姜末 再加上一勺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一小勺精盐 一勺白糖 少许的味精 再加上一些好用 一勺的生抽 把辣椒给它拌匀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了 一千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也没能得到 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吧 谢谢大家了 先把锅烧热 加上食用油 放入原葱和姜片 再放花椒大料 桂皮和香叶 一把香菜 小火慢慢地炸 一直把配料炸至干香了 把料扎捞出去 这就是料油 无论是包馅 还是拌菜都非常好吃 再把料油分 多次地浇在辣椒里 这样做的辣椒酱 无论是拌面条 还是加馒头 那都老好吃了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